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台湾油面 高汤 红葱头 豆芽菜 韭菜 这道面的制作方法非常的简单 首先我们要用一个锅把台湾油面煮熟 煮好之后把面捞出来放到一个大碗里面 然后这时候在旁边另一个锅把这个红葱头炒香爆香 因为这个红的洋葱头炒香了之后有一个特别特别香的味道 那炒好了之后把这个洋葱头放到这个面上面 这时候在另一个锅里起高汤 把高汤煮开了之后放入一点点的豆芽菜还有一点韭菜 把它们稍微烫熟就可以不需要烫得很老 烫好了之后把汤以及这个菜全部浇到这个面上 这样子就做好了味道非常的鲜美 那么来看一下大厨还有什么样的温馨小提示 与我们分享 钱阿弥最关键是在高汤上 要用猪大骨来煮五六个小时 一定要用骨头里面的精髓全部煮出来才比较好 然后浇在面上 面最好是用油面 这是今天的节目中教大家做的切仔面 那如果您需要更多的资讯呢 欢迎登陆华龙美食网是kcpro.com上面去查询 好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 本节目由爱面族及华龙美食网独家赞助播出